持琴姿势 民谣吉他的持琴姿势比较自由 不像古典吉他那样要求严格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选择坐姿或站姿弹奏 初学者建议从坐姿学起 准备一个高度合适的凳子 坐在凳子上大腿平行或微微高于地面 如果凳子太高可以点起脚尖 或使用吉他专用的脚踏 或者踩在凳子横撑上 坐姿端正身体放松 琴体右侧凹陷部位放在右腿上 琴体背侧靠在身体上 使琴体微微倾斜 这个时候原本卡在腿部的凹陷位置 就会离开腿面 接触点转为侧板和背板的交界位置 右臂肘部放在琴体最凸起的部位 肩部放松 使右臂自然搭在琴体上 适当调整肘部的位置 使右手和手臂大约成一条直线 手掌置于阴孔上方 右手拇指自然伸直 其他手指呈半握拳状态 手臂和面板之间保持大约三指的空间 切勿出现手腕扭曲状态 由于弹奏者身体和吉他大小的差异 持琴时 右臂肘部的位置会出现向前或向后的变化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下面我会换一把36寸的吉他 现在我手中更换了一把36寸的吉他 可以看出右手和手臂状态不变 肘部向后了一些 左手虎口握在琴颈侧面 约第二瓶的位置 起到稳定作用 身体放松 避免左臂和身体呈夹紧状态 右手手掌和手指离开琴颈和琴弦 避免影响琴弦震动发音 琴头平行略高于水平面 并微微向前倾斜 位于眼睛余光处 方便弹奏时观察左手